肥嘟嘟的鵝震动翅膀 旁边还依附着 一 二 三 至少三颗虫卵 这迎接新生命的好事 但他安居地点却选错了 因为这是一名21岁男大生的 左耳外耳道 他在骑摩托车 经过一个草地的时候 突然发现说 左耳有一个闷腮的感觉 同时并有翅膀拍动的一个声音 持续在耳朵里面 那他马上就来我们的急诊室 医生使用内视镜帮男大生检查 一看发现母子安堪画面 可以看到一个1.5公分的鹅 那在外耳道内呢 那他同时会有一个是活的情形 那同时有翅膀拍动的一个情况 那也证实了他的耳朵 里面是有一个昆虫的异物 医生先使用麻醉剂 将鹅迷昏后连同卵一起慢慢夹出来 后续我们开了耳滴剂 让他出院治疗 那回来门诊当中 也可以看到他的耳朵听力 都并没有受到损伤 耳道里面也都恢复得相当良好 这位男大生很幸运 耳朵和听力都没有答案 但另一名50多岁富人 就比较惨了 内视镜放入耳朵 一只渡虫正跟着镜头 边打招呼边大快躲移 啃食妇人的外耳道 医生同样使用麻醉剂迷昏这只瘫食的渡虫 最后再将它洗出来 耳朵内跑进各种小昆虫 实有所闻 但医生建议千万不要这样做 那第一个其实不建议病人去用棉棒 或是去用扣耳棒来去掏挖耳朵 那因为这有可能使昆虫更往更深处进行 那有可能会造成耳膜上的损坏 至于坊间小配包 使用手电筒为迷途昆虫 指引光明道路这方法呢 因为不知道这个昆虫 它到底的习性是哪一种 不知道是去光还是避光性的 那也有可能会因此造成 昆虫的一些习性上的不确定 会引起一些耳朵的外耳道的烧抓 刮痒之类而造成其他更不知道的情形发生 所以也不建议 医生不建议的还有这个常见的去虫方式 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耳膜是有破洞的情况 或是说你在这个昆虫异物发生了之后 有明显的耳道疼痛的情形 那可能是外耳道有发炎 或是有伤口 在滴上食类油进到外耳道 或是到中午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激发性的感染 耳朵遭昆虫入侵 最好方法就是立刻到医院寻求协助 由专业医生驱虫解饿 才是架杠的医疗途径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